对 其实上一周的比赛里面的时候 也经常会出现中路摆两个大头 然后第二把开始玩不了了 这上路上一场刚跟这个祥林聊过的 这个蒙多跟厄加特这场直接全来了 可以 对吧 这两个英雄确实很组安 对吧 很组安 然后看到其他的路的话 中路文字这里也是直接选出了一个概论 这个是其实现在在职业联赛里面 如果来到无畏征召的第二把或者第三把 很有可能会掏出来的 这个我觉得是不是多少有点预判了 对吧 你说如果盖伦他打的是一个那种传统法师 比如说拉格斯狐狸这种 对吧 他就很不舒服 但刚好这把打到一个永恩 主要是我们这个是采用盲选的过程 如果说我们的教练组 或者是我们的选手 对对面的选手有一定的了解 这个时候就可以来点小设计 我觉得这个多多少少也有点 对吧 提前的counter的意思 对 然后DSG这个下路其实玩的很暴力 其实两边下路都挺暴力的 已经加结了 这把感觉跟上一个BO5 就下路就完全长得不一样 对对吧 就是你看这辅助两个会星就不说了 下路就是丢技能 嗯 其实我们现在女子赛 什么意思 上来先让一个闪现 让你一个闪 这就是高手 这绝对高手 没问题 主要盖伦这个英雄打永恩是真不怕 没压力的呀 没压力的 早用早CD 但是话说回来 我们这个下路其实感觉 呃 当没看见吧 无伤大雅 有钱的呀 对 第一波交火之后的话 女警的血量是直接溅一半了 好在有果子 这两边都是要下路打出那种压制力的 嗯 左边已经抢到了一个二级啊 嗯 感觉对线上来讲还是左边这个符合要更优势一点 对 推线比较长嘛 而且卡尔玛就是打这种 捷拉什么的都比较好打嘛 嗯 而且他们这个RC的下路会持续到可能中期几波资源团他们的配合都会比较爆发更高 到了五级你想一个一技能减速到了直接这边就是一个大招对吧弹幕时间直接扫过来你不交闪你基本上就直接扫死了对 也可以跟这个卡尔玛的大去做一个小combo哎对 你看让了一个闪之后 好像镜头长得也正常也没什么区别没什么区别 直接转也没办法 嗯 沉默了那就补刀稍微感觉还行这这这这这波全部上了而且现在也空回来了 下路是顶着你的小植物啊上去一个链子链到了 哦 Cherry这里的一技能交的有点急了轻到兵线上了 对 本来这波消耗人的话应该就是为了打兵吧 嗯 感觉 大叶已经开始往下了 你急的莉莉亚 给点压力了啊 这波感觉 这波早就不要跃啊 闪现只睡一个啊 呃 这个位置有点远 伤害感觉 上不是一丝血 对 这一丝血 但是那种几滴血锁住了 嗯 我这一波也是能够去帮助队友下路吃点肚层 哦 中路要出单杀了 哎呦 这不解释连招好暴力啊 这太不解释了吧 这没闪现也能单杀的 这就是强者吗 最主要是他杀完之后 他这个闪现大概还有个十秒钟才赚好 没问题 让我想起来一句话 啊 就是得狠狠修复过者 呃 没问题 这盖伦确实有手法 主要刚才场间看了一下 这个 就是隔壁另一个比赛 也是有一个这个盖伦 盖伦的 对吧 也在大杀四方 那个也是一个盖伦的 他这个说不定就是可能也在那边学了两个 啊 啊 没问题的 有点那感觉 而且下路你别说 就是沿袭的心血速度真高 这波 是我 我感觉我闪现机跑应该全开了 是的 他愣是一个技能没交 主要确实刚刚是一丝血 就差最后一下就烫死了 这波锁住了之后 其实对于九九这边很伤啊 嗯 一波这大招闪现全交了 对 九九大战九将 两边都是九 嗯 左边是数字九 右边是这个拼音九 哎呦还在反野的 嗯 得看一下这个九将这里有 会不会有些什么节奏 因为这个版本里面 其实九筒的 这个爆发伤害是很高的 挺舒直的 嗯 现在都是全输出马 嗯 哎 背过来 没背到 但是 我说实话 厄加特 这个英雄 打萌多 说实话 有点被counter 对 因为萌多有被动 你背不到 背不到 而且对线换选能力 萌多也比恶扎特强太多了 他赖线能力还很强 嗯 我之前就是恶扎特 最强那个版本的时候 打萌多都不好打 嗯 真打不过 我打了几把 就是对线 那个压力 就每次上线 那种 三四级 就是已经是满头大汗了 嗯 感觉这个版本里面 手游其实越来越多 就是玩家会去选择 让萌多登上赛场了 萌多确实猛啊 再加上就是有心智刚 这个装备在 对 他后期这种 无限成长的能力 就是两边这个上路 其实可以等到 中期等会一看 就是两边互相别刚 诚信刷刚 对 主要还是因为有被动在 你飞不过来啊 飞不回来 导致你这个被动的伤害 你是打不满的 嗯 现在的经济方面啊 萌多还是领先了两百块的 没问题 而且越打越好打 嗯 想过来先动一下制线 这应该还是换了 球中已经在动这条水龙 啊 RC这里做的换线做得很好啊 盖伦直接去下了 这样的话 盖伦过来看一眼 也知道对面直接在动小龙 上楼要来越吗 叶蓝要睡一下 直接把 刚下的闪现 过来 感觉还是要死 嗯 九九拿下了这个头 那 这里阵亡之后 下波兵先来 这个防御塔 很难受啊 九九这把声音很大呀 嗯 反观九将这把 消失在峡谷之中 就甚至导播老师 都没拍到过他 确实没拍到过 很神秘 老师吧 没什么机会 感觉这把酒桶 该去连动的 应该是永恩 来了 拍到了 看了一下 正在刷野 下路又回归对线了 主要还是右边 现在也没什么线权啊 而且这把感觉 美珠的这个技能 还是命中率有点低 对吧 而且最主要就是 杰拉加女警 你对线 没有事的话 就感觉差点意思 是的 主要这个中期打团的话 这两英雄太难配合了 没有 这打完河线 还要追着你打一套 九九的声音很大呀 九九现在这个侠虎制造者在身上 他真的就是无所畏惧啊 感觉现在打谁都随便打 随便6 上路还宝霞里面开了一个推塔 这波这双轨拍门 而且又有工程炮车 又有蝎子 最主要这里星之钢还出的早 厄加特还没钢 他这里钢的还比别人早 厄加特主要他第一件出黑切的 而且他这个直接水银鞋 有点脱装备的 感觉又死了呀 没闪的 对 蒙多直接开大 他招都不用交了 这边利比亚 直接转死 无敌了 我感觉这把这个 上野有点无敌了 主要蒙多前面 吃了一塔的话 主要你看现在对位 基本上两个人加起来 已经落后了三千多块了 是的 然后中路也是 有点 为着盖伦打的没声音 而且还有个问题 就是蒙多要是肥的话 女警其实很难受啊 点不动啊 就完全点不动 来了 又在野区里面 九九抓九将 好像死了啊 死了 哎 好大 但感觉还是不好走 哎 左卫扭了一个公文包 还在扭 他跑了 可以 很灵活 你别说 但是这里 扶板板过来的话 也没法留 算了 算了 这波挺惊险的 是的 他最后是 相当于一个预判大吧 对吧 就是睡着了 前一瞬间把那个大给甩开了 对 他是往自己脚底甩了个大 下路去置换掉一座一塔 还行 换到点儿经济 嗯 这个中塔也要掉了 嗯 而且 Cherry这里做的是穿甲流啊 等会这个大招伤害会很高 左边这第一套AOE会很猛啊 右边这个阵容你会感觉 有点脆 是 对吧 九筒也是那种就是核弹筒 嗯 然后上路是把这个厄加特 厄加特装备去哪 呃 OB的时候有时候会出 出点Bug 哦 OK 应该是黑切已经做出来了 来此魔术戏法 哈哈 哈哈 腰肌又在施法了 呃 来蚊子直接来了不 绕后 然后这个厄加特就打到后面 团战里面还有个盖伦啊 这盖伦处理他也很快 九筒又来了 但是有事也啊 这上半区现在其实 两个人想抓这个盖伦 我觉得伤害应该是不太够的 对 现在其实就两条边线 RC两条边线 DSG都不太好去动 一边是有被动的萌作 一边是这个盖伦 这把现在三条路 其实都没什么现权的情况下 DXG能做的事就非常少 嗯 我觉得就是现在 DSG看看能不能想办法 把咏恩这条路给帮起来 哎 就是他们其实中间 中期的时候还是需要咏恩来 执掌这个队伍里面的 身杀大拳的 但这一套这种打团还是有画面的吧 就觉得大招跟友文九筒这种能不能配合到一起去 其实挺考验他们团队的这种默契的 嗯 因为你知道九筒这个大招他把人炸走 但是其他几个人技能都是最好 就是人搭站一堆 有可能会出现那种乌鲁龙 对吧 下条小龙马上刷新了 哎呦 看这条小龙感觉对于左边RC来说的话 这个 这边要接团 不 我说RC这边接团 对于右边来说确实不好接 对 他们这第一波的 大招那波AOE太猛了 而且这种卡尔玛的伤害是很高的 这小口子卡住了 这位置感觉女枪撒个大无敌 过不来 卡尔玛也能给大 保龄球减速一下 美珠珠直接没法过来了 雅索攒了个风 过来吹 吹两个大招 大了一个把人扎走了 这波COMBO接的一般呀 反正夜蓝瑶睡了两个直接逼闪 呃 但是茶茶这一大招好像出了点问题 他想去拉辅助的时候 拉到 蒙多身上了 呃 好像得撤了 啊 但是这个龙 就还是让RC给控下来了 两边一人一条龙影响倒是不大 嗯 感觉现在久久给到右边的压力好大呀 对 主要左边这几个Poke技能有点猛 DSG还是需要非常多的发育时间 给到永恩和女警 经济比较差呀 这落后6000了已经 感觉确实 他们可能没有料想到 就对面会逃出一手中单盖伦来打你永恩 这个确实想不到 这感觉被设计到了 就搞导致这把永恩真的很难受 来站一下上半区的视野 但主要现在RC的两条边线啊 对于 就是他们队伍来说的话都不需要队友给到太多的帮助 可以自己玩 那DSG这里的话就只能看永恩和女警的发育了 还是我是觉得这段时间得保护一下永恩啊 就特别是能不能帮永恩起点节奏会比较好 因为女警这条线的发育实在是太久了 现在的女警基本上四件套我感觉才比较能有点输出 有点忙啊 忙着在野区发育呢 这不会要来个反应 主要是眼上回程要被逮到了 那这样的话 茶茶 茶茶感觉走不掉了呀 这种大招想尝试救一下 我给到了卡尔玛 但是要动大龙吗 想打但有个视野 提前在龙坑里面是布置好了 所以我打的话可能也是 DXG的一个机会啊 对 打得很快啊 今天抢龙发生了很多次哦 九筒这个位置应该还没在视野上漏 现在现在应该漏了 现在应该漏了 看一下 先用大招 先给大招 要来了 要抢到了 而且永恩还能利用自己一个破装之锋回去 这波只付出了 九将一个人的生命代价 很赚 这个抢龙 怎么这么多 我只能说这个眼不知道是谁给的 对立功 这个大伏笔了 这个这个感觉带点预判的 而且九将刚这个真的是非常坚定啊 就是躺着女枪的大就直接往里面冲进去了 可以 九将眼神坚定 但是Cherry已经开始笑了 没问题 没问题 没问题吧 这么说实话 这个大招也是有点 感觉有点助攻了 嗯 就让 其实让九球突然也不好算伤害了 嗯 就如果说这个女枪没放大的话 其实他们完完全全可以等着 九统下来了 下来再打 对吧 他主要一个大撒下去 你看那个龙2600血瞬间变400了 就瞬间不得不拼乘了 但是有了霸王龙之后 清一波线 中路的防御塔 好像还能再顶一会儿 但这波这个阎西的闪现已经被打出来了 而且这一波RC的下路是用了两个大招才防止这一波的推进 感觉不太好推啊 主要现在还是劣势比较大的 女警poke一下直接被强化的三技能给没收了 这波有闪的 直接一个火箭头锤接猛龙白尾 一闪接大 想单出这个辅助 应该是单吃掉了 但99回来之后有一个霸王龙 霸王龙拖下了几下 好像茶茶也走不掉啊 娇蝉 娇蝉要被追死 这利利亚被动去上跑得太快了 刚一下吧 刚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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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都不让刚了一层 下路 好虚弱 霍章直风上来给大招 他感觉这个伤害真的不够啊 这应该要回去了 应该要把这个血手打开了 一套打出了一个血手 下一条小龙 不知道DSG这里想不想接一下 但是我是觉得有点难接了 因为永恩也没大了 感觉这条龙看起来还是得放 摆个视野 主要现在中路的推线推太快了 RC这里 所以他们能瞬间集结来到这个小龙 这把也没龙捆 这个龙其实 放放都可以 对于DXG来说 放了也没有任何心理压力 放了 给队友多争取点发育的时间 现在感觉得搞两个战略点吃吃了 嗯 当然很难带出去啊 姐妹们都有点饿了 对吧 这个经济确实 有点差 对 主要右边这几个英雄 又是属于那种都很吃经济 嗯 但打到后面感觉 左边这全是城墙 有点打不动人 有没有这种感觉 最主要就是我是觉得一个天肥的蒙多就很难处理了 对 你看右边这种除了爆发伤害 九筒这种爆发伤害 其他的打输出的都是这种物理慢慢刮的 哎呦 确实可以横着走 好 现在两条边线对于DSG来说都不好带啊 哎 哎 什么情况 站着不动 先给你打三个回合 呃 刚一大 要被打死了 哎 哎 开始动了 哎 啊 最后 最后准下 还刚好 躲掉了吗 呃 有点细我只能说 只能说这波网络也有点有点帅 网络也在反应 不知道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 呃 感觉应该是 不是特别故意的 但只是这个局面确实对DSG来说是比较难玩的 嗯 我觉得 这把打到现在为止的话真的得 就其实这把我觉得优势RC已经非常明显了 如果说再往后接一个一两波团 等到第二条小呃 第二条大龙刷新 或者等到远古龙的话 我觉得基本上也是一波团 就不出大问题就可以赢下了 对 优势还是比较大的 但是不能说 右边完全没机会吧 对 就是DSG的机会是在于他们需要有一波抓到对面的失误的时候 把女警和永恩这两个点给养肥了 我觉得才会有点比较好的比较好的作用 而且最主要是 还是我是觉得这把阵容有点被阴了 就是这个中路盖伦打到了这个永恩 嗯 然后包括说上路蒙多打到了这个厄加特 这中上都是那种counter到死 对 就是本身大家是盲选的时候 你可能不太会有这种特别counter的关系 是 但他这一选出来两条路全counter 他这问题也不大吧 对吧 就还骗你一个大 嗯 这边counter被动就慢慢加这个回血也回满了 暂停这段时间都回满了 那我们也得到消息 刚刚是rc中路的文字选手啊 网络出现了一点小波动 我们也 马上回来了 我只能说这也就是盖伦 对吧 你但凡换个别的银行这波 已经被打死了 确实 对吧 盖伦真是太肉了 战略让你打 打个三五秒钟也打不死 但查查也不亏啊 我自己至少多刚了一下 嗯 上路龙壳里面排一下视野 这第二条的大龙 现在我觉得就是对于rc来说 会不会不太想去动这个大龙 他们比较想 就是正面来接团 感觉不敢动了 就刚才这个大龙抢了 其实 有点前车之鉴了 给右边拖了很多发育 对 虽然说这个大龙一个塔都没推掉 对 但如果说左边刚拿上大龙的话 可能就直接平坏了 就感觉这个莉莉亚的手法是不是 转老了 嗯 你把ID遮住 我以为是安旭龙 呀 哈哈哈哈 没问题 有没有那感觉 可能 龙哥也教过他 然后我刚才一看 就第一场那个DG大名单里面 哎 看教练 对 刚刚好真的有人来问我 对吧 是那个龙吗 我说是的就是那个龙 龙哥 这个 选择换了一种方式 继续在咱们WR舞台上发光发热 下路带塔 我在这里单带很爽 没有人来管 哎呀 确实没人管 感觉 这一周的RC 好像加强了很多 在这种编带上面的处理 我觉得其实 我们女子赛里面 如果说队伍在单带线上玩的比较好 真的会有点奇效 来了下路要抓叉叉 直接睡大 交闪线 但可能也还是很难走啊 好不掉啊 但是与同时红色方 剩下四个人都在打大龙啊 那这个大龙 有了 对 说实话这波虽然把这个 萌兜 把这个恶拉斯抓死了 但是非常亏啊 但是远古龙的话 其实红色方是接不了啊 来不及 来不及 那就相当于是用一个人头和远古龙去置换掉这个纳什男爵 感觉得走了啊 给大马 死了呀 啊 呃 这波想过来尝试一下 尝试一下 试试就试试 那试试了呀 这波感觉不能多尝试 对 本来感觉拿着那个大龙buff好像还可以再运营 其实能接受 对 因为我是觉得你拿大龙buff之后 你至少可以兵线上面压力会小很多对吧 你靠着这个时间多让女警去发育 我觉得也是可行的 但这波中路一掉点 如果后续的话其实上高地能守 主要RC这里的主要开弹手段就是靠着莉莉亚的一闪大 对吧 其他人其实你要说开团的话比较难开 所以其实DSG理论上来讲只要防击第一波就还可以 因为左边的阵容包括下路双人组啊 这个其实都是靠那一波大招的combo 要上路顶着这个超级线来应亏 XX走过来 这霸王龙扛不住五个人的伤害啊 感觉要直接被处理掉了 嗯 而且现在对方还带着这个远古龙buff 是的 这大龙相当于又是一个体验卡吧 这大龙相当于又是一个体验卡吧 确实有点稳 感觉做个什么小蓝盾之类的很爽啊 只能说还好手游没有那个无中恨意 那个确实有点变态 那个玩意儿 那个太变态了 那个玩意儿感觉坦克出了之后就直接那个伤害就爆炸了 啊 上路先杀掉了这个机甲 但是XX也直接往后退了 哎 怎么会就现在这个地方 转角遇到爱 怎么逮到一只 这 不会是 带须自己一个被动 哎呦得赶紧走了 嗯 一闪 大招 大招 大招还没有 要烧死了吗 但是美猪尔这个斜防非常及时啊 金身 金身好像能蓄一口 嗯 还可以 这波美猪尔有点小力功了 那这样的话拖过了远古龙的时间 我觉得其实对于DSG来说能激素啊 这样至少 这个经济还是有一个9000一万的差距 对 但是至少就是说能给自己的队友多正点发育的时间 嗯 反正你这边都满级了嘛 你没什么成长空间了 所以 我还能发育 右边要真的发育到15级 装备都起来 那还真 真不好说 真不好说 对吧 后期这9筒一个大招 炸到莉莉亚一套也是能秒的 是的 就感觉DSG唯一的阵容的劣势就是在于有点脆 所以 就是得要规避一下左边的这个莉莉亚的第一手开团 还行吧 等厄加特到后期其实 四五件套的这个坦度也能起来 嗯 而且他毕竟有这个后期被动百分比伤害在嘛 他不用什么输出桩 嗯 这个时候开始有点痛了啊 大招过来 伤害测试啊 打肯定打不死的 对打出一个血手 呃 这样的话第三条大龙又刷新了 两边这个下路 现在下路人都可以坐飞门过去 但是永恩是没大的 永恩怎么说先坐围镜 嗯 只不过这个上塔感觉厄加特是可以偷掉的 又是一个战略点 对 但是永恩这波过来之后 给个眼 最主要是盖伦没有选择走啊 那这样的话下路还得有人去清这波大线 其实厄加特现在去守盖伦也很好 九桶直接在下路露面了 那rc可以选择动龙啊 药直接动起来了 对 而且这个时间感觉做飞门啊 能来得及吗 最主要是剩下几个红色方的人 都在泉水里面刚出来 那来不及了呀 只能看这边捷拉能不能抢一下 捷拉 我差点被洗死了 呃 大龙很轻松的拿到 而且盖伦还无视 甚至是满血 那远古龙决一死战 怎么说 要看一下现在女警的输出啊 哇冰心做出来了 这个萌多我有点不敢想 远远入 尝试一下 但是真的要小心一下 rc这里主攻开团 对dsc来说 帮王龙顶在前面 中路的兵线先带过去 而且这波美猪尔是在上面露头了 对 飞门过来 飞门过来的位置可能会有点危险哦 哇这一下卡尔玛的poke有点痛 九匠也没血了 夹子踩到了 但是女警的输出感觉看起来不太够啊 哎呦激光美猪尔先倒了 纽纹侧面一个大招 大了一般 最赶紧回去 四打五的团战 霸王龙一个人顶在这个爱口 哎九九失误了 就这个一闪踩到了夹子上面 但是没什么关系 靠着硬伤害和这个装备差距 还是把九匠给秒掉了 对回去打这条圆骨龙 嗯 这把这么焦灼的嘛 23分钟了 最主要你怎么能想到 现在24分钟 快到24分钟的时候 12-0 对吧 然后居然还打得这么焦灼 只能说DXD这韧性也是拉满 是的 虽然在烈时但是一直在找机会 这波感觉要一波了 这波双龙会 呃 永恩这个半关系 啊还敢往前走吗 就是这么自信 嗯 不满满 好吧 还得操作一下 两路兵线 怎么说 加药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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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地感觉直接拿下了 嗯 女伤再扫个大 把女警直接给扫死 那第一把比赛 再让我们恭喜RC14-0啊 这个非常夸张的一个人头比 直接拿下第一把的胜利 第一把这吹呼拉朽啊 嗯 我主要还是觉得今天的教练 我主要还是觉得今天的教练